哈啰,大家好,我是起聪 昨天我做了一个视频是讲那个 霹雳州洞庙被逼迁的事件 就是说我们所熟悉的霹雳州 那个怡保那一带 很多那些山洞神庙 已经有154年的历史了 然后现在遭到了当地的政府 逼迁 要他们马上把那些山洞空出来 这些山洞不可以拿来做华人神庙 然后呢 这个事件呢 昨天就闹闹飞飞扬扬了 然后呢我们的马汉顺马大人 也说了他会去settle这件事情 结果今天呢 马汉顺马大人 他今天踩上了当地的土地区 然后当场就settle了这件事情 据马大人所说 他已经当场settle掉这件事情了 OK 然后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整个事件从头到尾到他settle 24个小时之内 OK 我告诉你 就算是 陈真录在s都没有中效率 我跟你讲 所以呢 到底是什么情况 大家应该心里有数了 OK 可是呢 我本来 昨天我的视频呢 我都已经猜测了 这个马汉顺 一定是可以很快的就解决到这个问题了 因为 原因我也是说了 自己放火自己就火了 OK 本来是这样了 这个事情应该是要落幕了 我本来也是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落幕了 但是 但是 好景不长 马大人 意想不到就是 有人临时要加息 就是原本的剧本呢 本来已经落幕了 现在要临时加息 然后这个人呢 就是霹雳州的州务大臣 霹雳州的州务大臣呢 突然间 插一脚进来 就说 这个东西还没有决定啊 谁讲撤销了 马汉顺讲撤销了 那你 没有啊 我没有讲撤销啊 这个事情呢 我们呢 这个星期三呢 要搬回去 霹雳州的行政议会讨论 然后才做决定 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霹雳州 州务大臣现在说了 这个东西还没有定论的 马汉顺讲今天他已经settle掉了 No No where No where 这个东西还没有定论 拜三到了州行政议会 决定了才有定论 OK 然后呢 我告诉你 我 你们去看啊 这个州务大臣 这个新闻啊 蛮有趣的一点是这样的嘛 你们注意看他的新闻的细节 他说啊 他 要接见 这个州务大臣他要接见 相关部门的主管 然后还有 反对党 议员 啊 他讲他要见了相关部门的主管 还有反对党的议员 过后 他才会做一个决定 啊到底这些三洞要避签还是不要避签 啊 他整个文告里面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马汉顺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我就真的是爬头了 这个本来不是马汉顺大人 自己的一场大戏 为什么 去到州务大臣那边啊 主角突然间不见掉了 更加好笑的是啊 这个州务大臣讲啊 他还要见过这个反对党议员也就是行动党议员啊 要见过反对党议员啊 听反对党议员怎样讲了然后才决定要怎样做 为什么他不顺便提一下 哎 马汉顺大人为了这件事情做了多少贡献多少贡献啊 所以啊 周务大臣呢听了马汉顺大人的劝告之后所以决定怎样怎样 没有耶 这样的东西啊 周务大臣一句话都没有讲 所以你觉得奇怪吗 啊 所以这拉不尽让我的质疑啊 到底马汉顺从头到尾有没有找过周务大臣 啊 啊看起来好像是一通电话都没有啊 啊又或者是周务大臣根本都没有把这个马汉顺放在眼里啊 随便一个啦选一个啦 OK 所以 现在事情来到这边呢就非常的吊愧就是啊 马汉顺 讲他已经 settle了 可是周务大臣那边讲还没有settle 要拜三去到行政议会才知道要怎样settle 啊 所以 现在这个事情到了这里到底是settle还没有settle 啊 当然 马汉顺大人呢虽然他是霹雳州马华主席 可是毕竟他的官位呢是副教育部长 跟这个土地区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甚至跟这个周政权也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 所以呢 当然我们要听的话 肯定还是听周务大臣的话为准 周务大臣说拜三才有定论 所以肯定是周务大臣的话为准 所以 在这一个时刻呢基本上我们可以断定 马汉顺大人讲他已经settle了这件事情是 不对的 啊 OK 然后周务大臣说这件事情拜三才决定 是对的 OK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啊 本来我们万众期待啊 我们大家都本来是以为的 这个事情呢 就是马汉顺大人 one man show 啊 就是自己放火 自己救火啊 然后 24小时之内灭火 哇 神是不是 每个人都要为他鼓掌 可是 为什么突然间又跑出一个周务大臣出来 这个陈咬经 我在旁边看西啦 我是觉得啦 可能啦 这个西啊 是玩出火了 玩出火了 怎样玩出火 你知道吗 这个本来是一个啊 马花做民族英雄的戏嘛 啊 可是呢 玩出火了 烧 这个 可能这个新闻吵到有点热了 已经吵到周务大臣那边去了 所以周务大臣突然间要下来插手这件事情 所以 玩出火了 真的是玩出火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接下来后续会怎样 OK 后续会怎样 到底等下到了拜三 周务大臣的周行政议会那边 会让这个东西过 还是不会让这个东西过 会要山洞必迁 还是不要这些洞庙必迁 到底 迁还是不迁 拜三就会知道了 OK 我给你们分析一下啦 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 至于这个周务大臣呢 他为什么突然间会出来插一脚 给自己加息 本来这是马大人自己的一场戏 为什么周务大臣突然间要加一脚进来 我是觉得啦 可能是因为这个 课题吵得太热了 吵到周务大臣开始坐不住了 他必须要出来了 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可能之前马华那边也没有想过这个课题会吵得这么热了 OK 然后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个 周务大臣呢 我相信 可能也受到了一些压力了 受到了一些压力 所以他才要出来管这些事情 站在他的立场 是 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没有无端端为什么要找事情揽在自己身上 OK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接下来的结果会是怎样 拜山的会议到底是签还是不签 我是认为啦 绝大多数 的可能 应该到最后 也是维持现状就是 这个 山东不需要签 因为毕竟那些东庙已经154年的历史了 你去签他 就算我是马来人 就算我是巫统 我也是觉得 很废价 人家150年在那边你去搞啊 做么 啊 我是觉得我们飞一下啦 站在他们的本意 我相信 啊 绝大多数是 维持现状就是不去钱 所以 马汉顺大人呢 他的戏啊本来应该今天要落幕了 结果 我宝贝要拖到拜山才会落幕啦 OK 然后呢 然后我要说然后 这个事情呢 其实有一个变数 我相信这一点可能还有很多人还没有看到 我现在重点的点出来 这个 拜山 霹雳州行政议会呢 针对这个事情的决定呢 其实有一个变数 啊 这个变数呢 就是在于 整个霹雳州乃至全国的马来社会 对这个课题的名义 是如何 啊 他们的反应是如何 如果啦 到了拜山之前啊 在当地霹雳州 又或者是全国的马来社会 都向这个霹雳州 吴大臣 展现出一个强烈 的意愿 就是要这些 动妙 板前 啊 如果啦 在拜山之前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看到 一大堆的马来社会 站出来 逼这个州乌大臣讲 我们要这些动妙板前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 这个就是最大的变数 这个东西发生下去的话 拜山的这个州行政议会呢 就会让这个东西过 就是 要 东妙避前 这是唯一的变数 OK 如果啦 在拜山之前啊 没有 什么 马来社会 或者是民间组织出来闹这件事情的话啦 基本上我还是回去我刚才的猜测就是 就是 马大人的戏码到最后终于是圆满落幕啦 就到最后就是皆大欢喜啦 所以有东妙都不需要办了啦 OK 所以 看呢 看就这样 所以我开始重复那个要点就是呢 我觉得最大的变数还是在于 这两天之内呢 有没有很多马来社会 展示出 他们强烈反对这个东妙 这个是最主要 唯一的关键 OK 然后 OK 作为结尾啦 我就想讲一个东西就是呢 我今天看到这个 马汉顺大人 他24小时内 把这个火灭掉 我看到这个行为我就笑到我 我笑到我讲 这个戏也太假了吧 你24小时之内灭火 成真路都没有这个效率 我跟你讲 啊 你 做戏啊 也不干脆啊 做漂亮一点 起码要有一些大龙峰 V网网之类的 然后啊你到最后才以一个英雄的姿态来结束这一切 啊 这样还比较逼真一点嘛 你如果是24小时之内就灭火的话 摆明是 全部都是讲好了吧 哈哈哈 大家自己细想啦 啊 我是觉得如果要把这个戏弄到逼真一点的话 你应该要有一些大龙峰啊 啊 至少 你要搬几个 官员啊 很种族主义 很种族主义的出来喊两句张牙舞爪这样 啊然后你马大人最后才来英雄日的结尾收藏 这样才对吗 啊 为什么 你选择24小时之内灭火 啊 太假了吧 啊 OK啦 好啦 所以当然我个人我是希望啦 这些东庙154年的历史 又是我们华人神庙 最好是不要去动他们 最好他们可以保持原状 啊 不需要被避遣 啊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希望这两天之内 不要有任何的 马来群体 去闹这件事情 让这个事情 拜三 精悄悄的落母 这是最好的 OK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